疫情警戒期間不少民眾旅遊行程喊咖 為了讓民眾不出門也可以遊花蓮 花蓮縣政府在6月份推出了花蓮去電子書 介紹納良鐵馬路線 Action花蓮等新鮮有趣單元 期盼可以透過線上閱覽方式來探訪花蓮 等到疫情解封之後呢 邀請大家實際來走訪暢遊花蓮 花蓮今年7、8月的指標性大型活動都暫停辦理 包含夏蓮嘉年華、紅麵鴨放暑假 至卡宣綠森林水上公園、古王爭霸、聯合風年節等活動 就連各部落的風年祭也紛紛取消 避免群聚形成防疫破口 有鑑於此花蓮縣府觀光處推出花蓮去第37期電子書服務 讓民眾在家也能獲取花蓮旅遊資訊 我們花蓮去是我們花蓮縣政府特別推出的觀光祭刊 每一年會推出四季的祭刊 那每一期都有兩萬兩千五百本的紙本的一個發行 那另外那特別推出電子書 我們電子書有中、英、日、韓四種版本 就是來滿足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遊客 都可以來透過我們這個康務來做一個功課 然後就是做旅遊之前的一個先行準備 本期特別介紹了納梁鐵馬道 還有愛訊花蓮 還有朝樂趣多項的這一種新鮮有趣的單元 那就是讓遊客可以透過線上閱覽的方式 很輕鬆地來旅遊 在線上旅遊花蓮 那希望就是說 歡迎各位遊客各位鄉親 就在疫情解封之後前進旅遊前進花蓮 然後來領略我們花蓮獨有的這個美好的山海美景 觀光處指出紅麵鴨放暑假佔延至11月份 今年夏蓮嘉年華則預計將延至年底與跨年晚會合併辦理為期六天的太平洋觀光節跨年演唱會 而本期花蓮區初刊22500本 但礙於疫情民眾減少外出 這次推出電子書版本 希望有興趣安排花蓮旅遊的民眾 可先上網搜尋花蓮區電子書做功課 待疫情解封後再來一趟花蓮行 這次講幫眼花蓮師報導